大家好呀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 可能有些朋友对这个词感到有些陌生 但它对全球金融市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非农就业数据通俗的讲 就是反映美国就业市场健康状况的一项关键指标 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五 美国劳工统计局都会发布这一数据 它不仅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前景 还关系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 甚至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 因此 无论你是投资者 分析师 还是普通观众 了解这个数据背后的含义都至关重要 最近 美国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引发了广泛关注 不是因为它表现强劲 而是因为它被大幅下修了 整整减少了81.8万人 这个修正引起了各界的震动 这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经济衰退的预警信号 还是说只是统计上的偏误 今天 我们就来深入剖析一下 首先 什么是非农就业数据 简单来说 非农就业数据是美国劳工统计局每月发布的 反映了美国除农业以外所有行业的就业情况 这个数据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居民收入 消费能力 以及整个经济的生产和增长能力 因此 非农就业数据通常被视为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晴雨表 那么 为什么这次数据会被大幅下修 一种常见的解释是 这可能是统计偏误所导致的 比如非法移民的就业情况没有被准确统计进去 然而 我们仔细分析后发现 这次下修的背后原因并不那么简单 非法移民确实是一个影响因素 但它并不是这次下修的主要原因 根据数据显示 这次下修幅度最大的行业并不是非法移民集中的行业 比如休闲酒店业 而是专业和商业服务业 这就意味着非法移民并不是导致此次下修的关键 实际上 这次非农就业数据大幅下修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企业生死假设统计方法的过于乐观 简单来说 企业生死假设是劳工统计局用来估计新成立或倒闭企业 对就业影响的一种方法 因为统计局不可能每个月都精确统计到所有企业的生死变化 因此他们就通过这个假设来弥补数据上的空白 然而 当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 比如美联储2022年以来的激进加息 企业的生死情况就会出现较大变化 如果统计假设过于乐观 就会导致就业数据被高估 等到实际情况更新时 就会出现像这次这样的大幅下修 以2024年为例 企业生死假设对每月新增就业数据的贡献高达46.9% 但实际上 由于企业破产数量的增加 这个假设可能并不准确 导致就业数据被过度乐观的估计 当我们看到非农数据大幅下修时 我们就需要警惕 这可能不仅仅是统计上的问题 更可能是经济放缓的信号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状况 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状况 直接影响着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 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的活力 最近几个月 美国的失业率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这引发了市场对经济放缓的担忧 问题是 这个失业率的上升是暂时的 还是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 从5月以来 美国的失业率上升主要是由两大因素造成的 一是攻击改善 二是临时性因素 攻击改善是指更多的人开始找工作 这通常被视为经济复苏的信号 然而 一些临时性因素 比如飓风等自然灾害 也会短期内推高失业率 这种情况下 有一种萨姆规则的分析方法认为 这样的失业率上升不代表经济走弱 而是暂时现象 然而 当前经济环境下 这种分析方法可能会出现失真 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经济状况 更值得关注的是 美国就业市场正在从均衡化向松弛化转变 所谓均衡化 指的是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的状态 失业率和职位空缺率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而松弛化则意味着攻大于求 失业率开始上升 而职位空缺率则开始下降 目前数据显示 美国的职位空缺率已经从前几年的高位下降到了4.9% 这虽然还略高于2019年的水平 但未来可能意味着更多的职位会被削减 失业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展望未来 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趋势如何 虽然短期内有一些企稳的信号 比如小企业的招聘计划指数没有进一步下滑 服务业PMR也表现强劲 但中期来看 美国就业市场仍然面临走弱的压力 特别是居民储蓄的耗尽和高利率对中小企业招聘需求的意志 可能会让劳动力市场面临更大的挑战 接下来 我们再聊聊居民消费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居民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即便在就业数据走弱的背景下 美国的居民消费表现却并不差 例如 最近公布的二季度GDP数据显示 美国经济年化增长率达到了3.0% 这说明消费的韧性依然存在 但这种韧性并不代表所有的消费都在健康增长 我们可以通过更细致的分析 来解读居民消费背后的驱动力 首先是收入渠道 过去几年 美国居民的收入受到了两波提振 第一波是2020到2021年期间 美国政府向居民发放的财政补贴 这让许多家庭积累了超额储蓄 第二波是2023年 居民税收地延带来的收入增加 这两波收入增长在一定程度上 支撑了居民消费的韧性 然而 展望未来 这些提振因素正在逐渐消退 超额储蓄已经耗尽 而税收地延也将在2024年 转为对收入的拖累 未来 居民收入的增长 将更多依赖于工资增速 而工资增速又取决于 就业市场的冷却速度 其次是财富效应 疫情之后 美国居民的净资产显著增加 主要依赖于股市和房市的表现 然而 随着美联储开始讨论降息 市场如何反应 将对财富效应产生直接影响 房市方面 我们需要关注地产销售 是否能推升房价 如果房价继续走弱 这将进一步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 尽管整体上居民消费表现出韧性 但从结构上看 消费的脆弱性也开始显现出来 尤其是在超额储蓄耗尽之后 美国居民的财务状况开始恶化 信用卡违约率上升 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压力更为明显 根据旧金山联储的研究 低收入人群的超额储蓄消耗与信用卡贷款违约率的上升直接相关 不仅如此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消费降级的迹象 上半年 美国零售销售中线上渠道表现亮眼 这实际上暗示了消费者在购物时更加关注价格而非质量 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也报告了类似的趋势 消费者更加注重价值一些传统上购买高端商品的消费者开始转向更加便宜的替代品 那么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几个重要结论 首先美国的非农数据下修不仅仅是统计上的偏误 更可能反映了企业生死假设过于乐观 掩盖了就业市场的疲软 企业的破产数量增加和新企业的减少是一个危险信号 提示我们美国经济可能正在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 其次从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来看 美国的就业市场正在从均衡化向松弛化转变 虽然短期内有一些企稳的信号 但中期来看居民储蓄的耗尽和高利率对中小企业的压制将继续对就业市场构成压力 最后虽然居民消费整体表现稳健 但我们不能忽视其结构上的脆弱性 随着超额储蓄的耗尽和财富效应的减弱 低收入群体的财务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消费降级现象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 展望未来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美国的就业数据和消费表现 这些数据不仅仅是对经济现状的反应 更是未来经济走势的先行指标 如果就业市场和消费持续走弱 那么美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 与此同时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继续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经济数据继续恶化 美联储可能会被迫加快降息的步伐 而这将进一步 影响美元汇率 资产价格 以及全球资本流动 对于投资者来说 这意味着市场的不确定性将增加 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经济前景可能会更加严峻 总的来说 非农就业数据的下修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统计问题 它背后可能预示着更大的经济风险 通过深入分析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当前美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 和未来可能的走势 对于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来说 了解这些信息至关重要 因为它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 未来可能出现的市场波动 希望今天的讲解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视角 帮助大家在未来的投资决策中更加从容应对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别忘了点赞 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